早上11點開始 申請健康碼必須補充登記地址 應變協調中心呼籲未登記地址的居民 盡快完成登記 應變協調中心表示 已經在健康碼完成登記地址的居民 日後如果需要修改地址資料 可以在健康碼的修改資料頁面 簡單輸入街道或戴下名 重新提交並生成健康碼後 就可以完成更新地址登記 重新補充地址登記的目的 可為配合澳門出現確診個案時駕分區分級 精準防控措施做準備